哈啰 大家好 这是一个卫生棉的实验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卫生棉 叫苏菲卫生棉 当它打开之后呢 你放在浴室里面它就潮湿了 潮湿之后就会有细菌来污染了 放在衣柜里面呢 也会有蟑螂蚂蚁爬过去 你也不晓得 但是你月经来的时候你还是用它 这里有两个洞啊 你放在包包里面呢 你的零钱啊 钥匙绑进去 它就被污染了 你明白吗 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好 来 这个是工业胶 工业胶的很黏 黏到你底裤呢 如果洗不干净 你内裤依然拿来穿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产生了工业污染的伤害 来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饼干嘛 不要什么东西都想到吃的 来 这是我们的卫生棉 叫做爱生活卫生棉 铝箔包的包装 用完还可以把它关起来 然后呢 来 360度 如果你不小心掉在你的浴室呢 你还是可以把它捡起来 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之后呢 继续拿来用 因为它360度完全保鲜 在你打开之前完全保鲜 这是食用胶 它的胶呢 一样是胶 但是不一样是口香糖的食用胶 当你食用胶的时候 你就非常安全 尤其它中间那段呢 没有胶体的 所以呢 你很安全的在你的底裤上呢 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来 这是50cc的精血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当血仪放下去的时候 它马上变黄 因为呢 它是再生子 所以呢 会有这种黄色的反应 没有关系的 来 我们依然呢 再来一个50cc 是我们的另外一片 来 OK 来 来 我们来看喔 来 来来来来 OK 来 我们一定要好好了解 我们所用的卫生棉到底里面的结构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OK 好 我们现在给它一些吸水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到底吸水的程度到哪里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有时候你精血量稍微来多一点的时候 那么你到底 人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吸水 如果你不小心了 椅子一坐 怎么样 它到底会怎么样 就是这样 来 看到了没 这叫做闹水灾 这边是干爽的 完全干爽的 再多来几次 你看 它依然干爽 依然干爽 来 这就是我们以前用的卫生棉了 完全的回胜 大回胜呢 如果你的精血没有马上换掉呢 你大回胜的时候 你细菌就经过你的晕 晕到来到你的子宫 造成你的二次伤害 来 这些是什么 淡沟沟 你看没得到 我没得到 来 你看 很淡的 来 看看这边 你看 这是什么 再生子 它到底能不能吸水啊 这玩意儿 来 你看 像破破一样 吓死了 根本不能吸水 这到底是啥呢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塑胶 塑料的塑胶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你就是夏天穿雨衣 闷死你了 痛苦死了 你明白吗 然后现在就是在这 看看这片 这片到底里面水吸到哪里去了 你一定很好奇对吧 非常好奇 它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的结构 对不对 我们一层一层的来看它 来 这一层 叫做棉 酥爽的棉 非常酥爽 干干的 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奈米银的技术 奈米银的技术 是很特别的技术 来 能量看不到 但是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能量 OK 来 能量看不到 所以要测它 奈米银的抗菌 除菌 然后呢 防异味 消除你的异味的 所以呢 男生们也可以放在鞋里面 翘起来了 没有 翘起来没有 不要急 这些男人不要急 你想贴在你肚脐以下是吗 好东西拿回去用 怎么用都可以 想怎么用就让你怎么用 你看 钞票在动 看到了没 完全翘起来 这就是持动力 远红外线 所以女性朋友们 当你用这个卫生棉的时候呢 你的远红外线是可以帮助你暖功 你子宫暖了之后呢 你的精血排的就会干净 你的子宫就会很健康 这一层叫做是 血 吸那个油 血液里面有油的 但是吸油的 来 这个吸油之后呢 你看这个是天然海藻 你看看 完全环保 零污染 到水里面完全 来 会溶解于水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水吸到哪里去 干的 完全挤不出来 很用力 洗不出来 它还可以继续吸 把这里的水吸干净的 来 我们先来看这一层叫做GOTES技术 这个呢很多旅行家呢 爱爬山的朋友们呢 都会去买这样的GOTES技术的衣服 一件衣服呢 就大概要好几万块了 我们先来看看它透气的程度到哪里 仔细看哦 仔细看哦 你看 它完全透气 这么好的材质 这样子的透气 在夏天里面你的 精血呢 卫生棉呢 就不会让你呢 有细菌呢 滋生的这个困扰的哦 了解吗 透气 那透气会不会漏水呢 来 摸了 完全干燥 完全干燥 哇塞 这么好的材质 你看 水吸干了 完全干了 倒不出水来了 你看 完全吸干了 好 这么好的材质 这一包在平常7000 一包是90块 这一包你觉得应该多少钱